請致委質詢 詢答時間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有請江院長跟財政部張部長 請江院長 張部長 邱委員好 邱委員好 部長你好 張部長 昨天跟您在財委會對您的詢答 到目前我的情緒還是沒有辦法平復 我內心還是非常難過 也非常覺得氣憤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是 委員 平常一週你大概會搭高鐵幾次 高鐵是不是 平均因為一年 一週大概 一週不會到超過一次 有沒有一週搭捷運幾次 目前比較少 以前當副院長跟部長的時候每週一次 我大概週休二日通常會有搭一次 搭高鐵跟捷運 不是 捷運 所以次數非常的少 是 本期一週啊 搭高鐵十次 每週每天來回嘛 捷運也是十次 從我的服務處到這個高鐵站 我都搭捷運 各位啊 各位高官啊 特別是院長跟部長 你們出路都有公務車 而且都有隨乎 跟前跟後 即使你們搭上大眾捷運 不管是高鐵 或者是這個捷運 所有的隨乎都貼身的保護你們的安全 所以你們都可以很安心 很輕鬆的休息看資料 本期也不行 本期要隨時警戒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有的老百姓也跟本期一樣 大部分利用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當作每天生活的這個通行的這個工具 實用強度相當的高 他們也會累 在車上也會休息 也需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有行車的安全 行的自由 行的安全 所以昨天北 前天北捷這種暴行 這種慘劇 我聽到張部長你的回答 我到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貧富 你說你覺得遺憾的是說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可以見義勇為 為什麼那麼多人沒有辦法對付一個年輕人 部長 這個年輕人 不是一般清純的年輕人 他已經失去理智 他已經抱著誓死的決心 而且手拿長刀 見人就砍 如果你在車上 你告訴本期 你要怎麼建義勇為 用一個肉身去保護全車的這個旅客的安全嗎 你要說那個民眾 沒有辦法自保 為什麼這些 這個那麼全車的這個旅客 沒有辦法對付一個 這個手絲長刀的這個年輕人 大家在休息 突然被這狀況驚醒 大家已經非常恐慌嘛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藍波嗎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黑衣部隊嗎 都懂情拿術嗎 都用會空手道嗎 都會搏擊嗎 很多都是剛下完班的 或者去剛買完菜的 這些老肉婦孺或者學生 碰到那狀況 他就已經驚慌失措了 你說他們沒有辦法自保 才發生這種慘案 你說為什麼沒有人建議勇為 假設這場景發生在你 那天你人在車上 請你告訴本期 你要怎麼樣建議勇為 董事長 邱委員謝謝 謝謝你再度給我機會 昨天因為時間很短也沒有表達清楚 當然我不是專業 我引用專家的一句話 來表達那個意思 我可能表達我的意思更精準 新北市副市長 侯友宜先生 他講了一句話 就今天報紙上有燈 他說遇到這種事 希望大眾不要一轟而散 要一轟而上 就是我表達 用肉身去鋪向他 三十公分的長刀嗎 這侯友宜先生講的話 我想說意思就是說 當警力還沒到達以前 他一轟而散也有問題的 對 他不是熟出你 他是三十公分的長刀 意思就是 你一轟 你一轟而上 他見一個砍一個 死傷更嚴重 委員這樣 意思就是說 當警力還沒到的時候 其實民眾大家 最後到的才是警力嘛 民眾沒有自保嗎 委員 很多的這個男性 用他的這個所謂雨傘 去保護這些女性朋友 委員剛剛講的沒有錯 其實我想 可能張部長 昨天在詢答的時候 並不知道 所以你嚴重的誓言 也反映出你這個心態 人選更人磨 沒有同理心 委員 是不是可以讓我說一兩句話 謝謝委員 我昨天去探視商者的時候 那麼剛好其中有一位 就是在現場 他跟我描述的很詳細 其實當時車廂上 有好幾位跟他一樣 都不約而同 就是拿起這個雨傘 來當防禦的工具 那也因為大家 還是有人建議勇為啊 因為大家都 有這樣做 所以那個歹徒呢 就沒有辦法再逼近過 可是部長回答說 他遺憾 為什麼沒有人建議勇為 因為在我們一般看 這個報導的情況之下 我們並不知道實際 發生的情況 我希望你是思野 但是我很怕 你是反映你內心 那種冷血冷漠的觀察心態 不是 委員如果我的表達讓大家 表達沒有清楚 讓大家誤解 你表達得很清楚 我表達我的歉意 好不好 你表達得非常清楚 把所有的責任怪餘 說這個全策旅客 沒有辦法自保 沒有人建議有為 我是驚訝啦 也不是把責任怪餘 是驚訝說 怎麼一個人 可以殺24個人 你不是這樣講 你說為什麼 沒有一個人 那麼多人 沒有人去可以對護一個年輕人 30公分才哪 誰敢過去啊 邱委員 我想剛剛張部長 已經有明白 來表示他的歉意 那如果措辭上面 有不妥之處 是否委員也可以喜怒 你應該利用這個機會 跟全國老百姓 表達歉意之外 也要跟全車的旅客 全車的旅客 都是受害者 是 而且他內心到目前 還受到非常大的驚恐 有些還在醫院 有些已經失去他的性命 多少家庭破碎了 你還說他們沒有辦法自保 你還說為什麼沒有人建議勇為 事實上好多人建議勇為 搶救三萬 制服歹徒 都是這些建議勇為的 我們車廂上的民眾 我覺得你應該跟全國民眾道歉 也應該為那般列車上面所有旅客 事實上你最誠摯的這個歉意 委員謝謝 謝謝 我想表達不精準 讓大家誤解我表達歉意 謝謝 所以你覺得你是私眼 並不是你原先的那種 反映出你那種冷漠人選的那種 不是 完全不是 而是要驚訝發生這種事情 可以讓一個人殺這麼多人 是驚訝這種事情 所以你再次的 表達不精準再次表達歉意 你再次的跟全車 全列車的所有旅客道歉 也對受傷的那些家屬 個人表達慰問之意 表達我的歉意 謝謝 我覺得政務官 一定要同理心 不要每次什麼事情都推給民眾 都推的都是老百姓的問題 你要復問政府 人或人民做什麼 為什麼政府不能保障 人民行車的安全 行的安全 為什麼人民都生活在恐懼當中 為什麼警察都看不到 配置那麼少 最後倒是警察 自己的生命自己救 自己的公司自己救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整個政府完全虛擬化了 全國老百姓都有普遍這種感受 我覺得 院長 你做執政團隊的這個領導者 我覺得你應該要加強所有的 各部分那個官員 要有同理心 謝謝委員 那不是說跟人民駐隊 把所有的原因 把所有理由 把所有的因素 都歸屬於民眾的問題 這是北溪覺得非常難過 也非常氣氛的地方 從這小地方 我們就可以反映出 整個江內閣 所有閣員 普遍都有這種 跟民意 脫離現實民意的這種思維 跟人民的感受 有很大程度的差距 我建議委員 也不用做這麼大的推論 因為事實上 這是感受 許多的同仁 這是非常直接的感受 都非常的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你應該 在最短時間之內 你要召開中外記者會 第一個來撫慰人心 第一個 提出具體有效的辦法 讓所有人民都能夠安心 政府有能力處理這些危機 以後不會再發生 你也跟國際社會做一個宣示 台灣原本是一個自然很好的國家 但希望這次之後 我們脫紅定失痛 會有更好的作為 來保障國人 以所有觀光社在台灣行的安全 這個你有做嗎 報告委員 在行政院長所出現的場合裡面 沒有比行政院院會 更莊重的一個正式場合了 其實你應該 除了院會的表達之外 院會的表達都是發言人出來 說一下話 或者一個新聞稿 請問委員沒有看到 昨天我有對外講話嗎 你應該相關的部會 跟這件事情有關相關部會 首長共同跟你召開中外記者會 做最完整的論述 也跟全國人民做一個道歉 說這個部分 政府可能有些地方還做的不夠 也讓所有的這個 因為這次的這個往生者 能夠安息 所有的這個這個家屬 能夠不要那麼的傷痛 政府也會盡全力的來處理善後 未來的事情絕對不會再發生 也讓國際社會了解說 我將內閣有能力 來面對這種危機 以後絕對不會再發生 你願意用這種方式 來跟國人 或者國際社會 做很完整的承諾 謝謝委員的建議 對啊 我的建議之後 你要怎麼做啊 我們自然會有 我們應該有的評估 你不能抽象的方式 來回答我嘛 我很具體的建議 你謝謝我的建議 那你的做法在哪裡 你要告訴我啊 我們的做法就會表現在 我們已經做的事情上面 從當天發生事情 當天晚上我做的處置 第二天我在院會 以及在醫院所做的談話 這代表的就是 我們對這件事情的 我們遵守委員的指教 好 謝謝張部長 請這個水利署 請經濟部跟農委會主委 部長 除了今天相關的這個 這個經濟部跟農委會 還有內政部相關的這個 有關治水方案 其實國防部也辦一個 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個本襲所在峽區 是岡山空軍機場 那空軍機場 它的地勢是北高南低 所以附近幾個鄉鎮 彌陀 永安 岡山 長期飽受水患之骨 都是因為 岡山空軍機場 他的這個所謂高地結論 沒有做好 他的所謂沒有所謂 這個機場 這個 機場 流錯分區 這個 連外的排水沒有做好 所以總總都是在這個 國防部 底下的這個空軍官校 空軍機場所發生的 這個需要大概將近一億塊 一億元的這個經費 美私跟國防部跟空軍協商 美私來的人都不一樣 這個問題是一個地方 最關心的問題 如果國防部不積極處理 這個水患永遠沒辦法解決 他的水北高南低都流向點寶溪 所以只關岡山那區 美式遇水值淹 希望從高地那邊導引到 分流到阿公列西 流到點寶溪的水量就不那麼多 這個地理狀況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改天有機會 到這個高雄來 我在跟部長 我在跟院長好好的做說明 問題是國防部的心態是 這個消極 每次我北京召開行政調會 每次來人都不一樣 也沒判過這個校長 也沒判過國防部的高層 重視這個問題 講了兩三年 那還是只讓談兵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他國防部不配合 那其他這個經濟部 農委會幹了要死 那還是是被公辦 院長 但是國防部這部分怎麼處理 今天國防部並沒有出列席 但是委員剛剛所指出的這個問題 我會請經濟部就治水這一方面 來跟國防部再做了解 另外農委會主委 這個我們農糧的作物保全 那這個兩個年度變了2.4億 那你知道這個子關區 院長你有沒有到過子關區 以前有經過 子關它是重要的這個蔬菜專區 重要的蔬菜生產基地 所以對這個農產品的保全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因為水患 這個它的蔬菜專區 完全會完全癱瘓 那種蔬菜供應量有問題 所以這個蔬菜專區 也包括這個潭底排水 跟酒的潭排水 我想這個主委應該也比較清楚 這個部分啊 希望能夠用這個農糧周的保全經費 來補助高雄市政府 這部分是農委會責任 還是經濟部水利組的責任 農委會啊 會按照幾個蔬菜產區 受到水患的嚴重程度 逐年來投入這個資源 所以子關這個蔬菜專區 今年度有沒有補助 我們現在來評估當中 像桃園巴德這個是最大的一個蔬菜產區 那子關也不小啊 子關也不小 所以我希望說今年度 我們會做一個整體評估 一定要反應好不好 主委 整體評估 另外永安彌陀 永安是石斑魚的故鄉 彌陀是施木魚的這個產地 所以它那個養殖區的排水跟供水設施 這部分也非常重要 你們編了將近5億 4.76億 那這個部分 我希望從4.76億 也要撥一點 來完成永安跟彌陀養殖區的所謂 排水跟供水系統的這部分 對我們在所有的養殖區 這次這個 正委已經有這麼重的 全部要想 這些 一個想法 同樣 因為紫官 有蔓民的都是一些 對這個 急迫是不一樣的 沒有就是 為誰再這些變成能力 好 好